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屋里看花 我带您看仔细 镜头前形象完美 面对质疑总是微笑已对 让人不禁要问知灵姐姐真的没脾气吗 走红后的林志玲成了广告业者争相邀约的代言人 不过正当事业往上爬时却是重重一摔 2005年7月8号林志玲在中国大陆拍摄广告时 不幸从马背上摔弱受伤 身上多处骨折 左肺也有挫裂伤 紧急送回台大医院休养 但这一趟就让林志玲如日中天的事业停摆了三个多月 我希望回归给大家 大家给我相同的温暖 谢谢你 镜头刚复了 我们宣布他那天复工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们后台的主演员 他就把眼泪就咔 让大家很感动 还我连上台都要差点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 当他上风的时候他整个还债 他说也是要别的杂志啊广告 我们就分开来 他拍到最后 我就当我要看他的状况 我说他可以拍吗 还可以拍吗 已经拍了第四个不同单位的一个卡 那我说那你还可以拍到 好像老师没有关系吗 我们拍 空白的三个月 林志玲拼了命的工作 把他补回来 媒体关注林志玲在镜头前的表现之外 更关心的是志玲姐姐的感情世界 其实林志玲啊 她在爱情上应该就是一个小女生 到现在为止她都是小女生 我想看过林志玲跟这个 严承旭那个浴袍照的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在严承旭的身旁 真的就是一个小女人 很甜美的举起相机自拍 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其实我当然希望当很多人追求她 我觉得只要她是 因为她单身啊 她单身啊 我觉得就有资格去谈恋爱 她为什么不去谈 而且不要做第三者就好了 她们去谈恋恋爱 我求求你 说谈恋恋爱都有一点折磨 你的演戏会更生动 我觉得 和严承旭的手机自拍照片万流之后 两人的恋情似乎无疾而终 但美女身旁总是不乏追求者 她很聪明 对我很体贴 她会记得我的每一个小习惯 让我远不住爱上她 林志玲爱上的她 据说就是合成小开邱世凯 两个人不但常常一起出游 连林志玲的家庭聚会 邱世凯都会参加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报社 狗仔队拍到他们一块去吃火锅 全家人 她也是一个意味在这种 男生身边的一个小女孩 我相信她在这个爱情里头 她有她的憧憬 而她对每一段的感情 不管是感情 或只是她形容所谓 哥们的那种关系也好 我觉得她都是全心投入的 所以大家其实一路走来都看到 比如说看到好像蛮多人 都对她展开追求 但好像真真假假不清楚 但是我们近距离看林志玲 是相信她在每一段感情 都是非常投入的 那个当下她就是一个 恋爱中的小女人 为什么好笑起的话 会赶快跟大家讲 我也很高兴这样子 那对象有事 传出是邱世凯吗 还是 大家都这样传啊 那我也希望是 我没有看到这个 那现在听到惊讶吗 现在听到 就祝福啊 她是一个很棒的女孩 如果你们再这样传下去 我真的要开始收红包了 其实我都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计划 以为汉秋是凯真的要修成正果了 但林志玲始终否认这个传闻 革命多久 新的绯闻对象又出现了 不要爱上我 电影的画面和台词 其实不太一定会和生活中重复 可是在电影里面 我会觉得那个 那个小暧昧的情书 确实需要透过这样的台词 和表现说出来 而且其实那句它是即兴的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它要说什么 然后拍手我就 你有沒有搞错啊 那种回应 对 所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很生动的呈现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爱上我 你说呢 我不知道 你们本来就是朋友 对 那我觉得那个加分是在 因为平常是可能讲一些 生活上其他事情 可是没有一起工作过 可是工作过你才发现 哇 杰伦对自己的要求 还有坚持 还有追求完美的那个 非常严格 两个都是追求完美的啦 他应该也是追求完美 所以看那场大戏 你才会一直 劈腿 大家都吓一跳 对 然后那种辛苦 你就会觉得说 他这么成功是应该的 对 因为他付出了很多这样 所以跟他相处才会知道说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电影当中大谈恋爱 和钟董真的假戏争作吗 我完美的一个人 因为呢 有些人 你其实看他演戏 你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 我觉得他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model 他是一个 演员 力求全方位 看得出林志玲 不甘于只做第一名模 而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相信林志玲自己也很期待 林志玲他真的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他拥有所有可以骄傲的强势条件 包括他长得美 又有很好的学历 但是在美光灯前面 他总是把自己缩到最小 很低调 很谦卑 而且充满了自省的能力 林志玲的魅力 就在于他的教养 在于他的品格 而教养跟品格 是我们这个社会 从小就崇尚的道德教育 不过仔细想想看 当今的谈面上 不管是政坛还是娱乐圈 到底有多少的公众人物 能够展现绝佳的教养 品格跟风范呢 而或许 这就是林志玲 最不可取代的魅力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